俗话说得好 防火防的防闺蜜 此言妙在 注意看眼前的这个女人 她哭得情真意切 哭得激进昏厥 不明真相的人 乍一看 或许还会心生怜悯 如果你也有 那你离家破人亡也不远了 细数她干过的事情 小打小闹就不提了 这一天 她为了让闺蜜的老公出来见自己 将两人六岁的儿子拐了出来 见未能如愿 她一怒之下 将孩子推入了金沙江中 十多天后 在距离案发现场 十公里外的大桥下 两个钓鱼人 在一个石头缝里 发现了孩子 在观尺时的孩子 早已气绝身亡 欢喜的江水 连裤子都给她冲掉了 我真的早已经穿上了 这个破 我死都没开了三年了 我家庭真的假破 这个蛇蜜女人名叫刘玉梅 这一切的一切 还要从七年前说起 荆家里人安排 她来到了大宝鼎晃居 晃灯房工作 与她同一天上班的 还有一个女孩 名叫任小丽 由于年龄相仿 外加朝夕相处 两人很快就处成了好友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叫闺蜜 后来 两人相继谈了对象 相继结婚生子 两人的对象 也都是大宝鼎晃居的职工 一人叫李德龙 一人叫李平 婚后没有多久 刘玉梅就发现 自己的老公李德龙 有一个毛病 她喜欢喝酒 每每喝完酒后 就丑态百出 为此 她不止一次 和李德龙发生争吵 但是收效甚微 每每这个时候 她都会去任小丽家 寻求安慰 慢慢的 刘玉梅发现 任小丽的老公李平 好像很不错 不仅人长得帅 而且很会关心人 她迷失了 她由一开始的感激 演变城乡 站为己有 她采取行动了 她开始经常性的 赖在任小丽家不走 不分场合 不分时间 起初 任小丽没有多想 但慢慢的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她好言相劝 刘玉梅不要太过分 见好就收 怎料刘玉梅的一句话 让她瞬间不知所措了 瞬间就不认识 这个昔日好友了 自此之后 刘玉梅索性就不装了 她不顾社会道德 开始骚扰任小丽 开始向外散播谣言 她好似一个泼妇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人心是罪惊不起挑拨的 人云亦云 今年三月份 身心俱疲的人小丽 最终为了家庭 和李平办理了离婚登记 刘玉梅别提多高兴了 这是她计划中的第一步 她的第二步 就是将李平追到手 见李平离婚后 没有住所 她问好友借了一些钱 在大宝顶矿区 买了一间就房子和一些家具 她想以此来博得李平的欢心 她在痴人说梦 李平杀她的心都有 又怎么会和她结婚 一瞬间 刘玉梅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这几年来 为了得到李平 她是婚也离了 孩子也不要了 眼看李平离婚了 即将大功告成 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 她接受不了 她单方面的认为 李平在耍的 她开始威胁李平 并扬言要狠狠地报复她 今年4月8日 她在李平儿子李家俊 上学的必经之路上 将其绑架到了出租车上 9点左右 她在山下的堡顶大桥上下了车 她给李平打去电话 让其现在 马上下山来见自己 并神秘地说道 有个人的声音 你想不想听 李平不屑一顾 当即便挂断了电话 10点左右 是父子连心 李平隐约间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她去了儿子上学的保顶学校 到这时 她才发现儿子不见了 一瞬间 她联想到了刘玉梅的那一通电话 她当即租了一辆车往山下赶 车子行驶到保顶大桥上 她一眼便看到了 蹲坐在金沙江边的刘玉梅 她快步跑上前 追问刘玉梅孩子的行踪 刘玉梅摇摇头 说她不知道她在撒谎 随后 李平来到了警局报案 很快 从众多目击者的口中 刘玉梅的谎言便被拆穿了 他跑 他追 他骨灰一堆 刘玉梅落网 审讯室内 刘玉梅一改之前的一问三不知 他说 孩子的确是她带下山的 但是 她并没有把孩子推进江里 是她自己去江边抓螃蟹 不甚滑进江里的 她还试图跳进江里去救孩子 但看江水那么深 她就放弃了 你相信吗 孩子前一秒还闹着要回家 下一秒就要去抓螃蟹了 十多天后 在距离案发现场十公里外的大桥下 两个钓鱼人 发现了孩子的尸体 可怜的孩子 奉劝大家一句 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价值观 不要越位 不要超出朋友之间的正常关系 你害人中害己 最后 是大家期待的 刘玉梅死刑 当时我在那边有点远 我在台上坐着的 我在底下 我在那儿了 看着然后 我看着还得 那么下 当时就晕在那儿了 后来等我起来以后 我还拿着石头 看看有多深 我一看 那么深 然后我一期 我等我 我都下来 都不干什么了 我是故意的 我都下来